字幕志愿者 李博 昨天早上李博写下遗书后 打开总制电箱准备拼电 谁知道拼拼一下突然跳制 全屋黑了 连电都吸了 李博无计可思之下 唯有回房睡觉 到了早上10点多 39岁的女儿来到 见到全屋黑妈妈 了解之下 揭发老父想通电自杀 警方找到的遗书透露 因为照顾太太很辛苦 所以自尋短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